很多人都说B21只是B2的缩水版 我跟你说B21如果不是外星科技的话 你就稍高香吧 连B21都服役30多年了至今谁敢说发现或者是打下来的 B21绝对就是名副其实的一架先进到没变的六代机 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全世界第一架能渗透性攻击的战略无人轰炸机 就是这家伙它以后是要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进行轰炸的 不再像以前一样为了自保只能在对方的防区外或者高空进行导弹投放 这说明B21的隐身性肯定比B21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度 以前是用大功率的米波雷达还能迷迷糊糊的感觉到有东西闯掉 现在是你无论用什么雷达连感觉都感觉不到它们 几乎就跟鬼一样 美国现在不是在全球有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 B21现在已经解决了隐身涂料胶贵的问题再也不用住总统套号 再加上它超强的隐身性和无人控制 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可以靠着B21组建一个全球的秘密监视网 比如让它每天都从日本军事基地起飞跑到俄罗斯的核基地上空去侦查 反正俄罗斯的雷达也发现不了 B21就能立马在初始阶段对这枚核导弹进行快速击火 我们知道洲际核导弹一般都是要部署在自己家的纵身处 就是为了防止你刚发射的时候被对方的侦查卫星发现 然后它发射拦截弹或者是派高空高速的战斗机前来催火 但是美国现在利用B21鬼一样的隐身性就能组建一套全球的核弹反倒系统 它可以压制到对方的洲际核导弹飞复出自己的家门口 然后就是B21它对于起飞的跑道也会再调整 也就是说今后它既可以执行跨洲际战略轰炸 又能在战场的前线机场起飞去执行突袭轰炸任务 所以它今后一定是美军未来出情率最高的战略轰炸机 而不再只是一架用来威慑对手的花皮 所以再也不要说B21是B2的缩水把 毕竟谁家的科技都是永无止境的向前而不是倒退 马上打在车上 优优独播肉 请不吝点赞